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如说这个给力 现在就已经臭了接了这个词 还在说什么给力 因为为什么 其实这个里边 有些我们不能明白 有些我们能够总结 比如说给力这个词 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新的语意 你知道吗 比如说给劲来劲 它不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给力的词 你知道吗 但是你比如说靠谱和不靠谱 我认为它给了一种 过去你难以用一个语言形容的 那么一种难明的感觉 但是一说你觉得很透彻 对吧 广东话一直有 叫什么 离谱 它是反面来讲 对不对 对 离谱 离谱的反译词就是这个靠谱 所以离谱就是不靠谱 对 但是你这个离谱跟不靠谱 还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里边很难用语言解释 因为靠谱我们先假设 事情应该这样的 然后不靠谱 居然没有符合我们的想象 而我当初听不靠谱这个词 我都不知道是新的词 我还以为是一直有的 还以为它古典的很古雅的 你比如说我怎么跟你讲吧 说郭美美他不靠谱 比说他离谱更准确 因为这句话 二啊或者就是像北京话说 你干出这么个事 就是你这么干就叫不靠谱 你知道吗 就好比比如说 我怎么说呢 说这个人今天来录像 是吧 迟到了十分钟 然后磕头如捣蒜 对吧 第二天他迟到半个小时 磕头如捣蒜 下个礼拜呢 他说好了 突然说 哎呀 我明天答应了别人一个什么事 我不来了 这种人就叫不靠谱 你知道吗 好 我说这个 有点靠不住的意思 还有点那么个意思 对吧 他跟离谱有点细微的不同 离谱就是过分 离谱是 没错 因为他很 我刚想说的是说 我以为是旧的词是因为 他给我能够想象的一个基础上面有新意 他说不靠谱 可是我一想就想象得到 是什么样子 实在的词 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吧 就好比说是这个 咱们说出的很多个事情 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说 咱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几张照片 你就能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这个导演放几张这个图片 你说这个吧 京户高铁 这个因为大雷雨的关系 这不是说停了多长时间吗 这个还不能说不靠谱 这个可以说有天气原因 对吧 听说这次火车出了事 在那儿有乘客投诉嘛 铁路上的人有人来了一句 说那个火车开了 这样的天气飞机都不能飞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停了的这个车 在这个停在某站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就知道了吧 北京这个动物园啊地铁扶手梯 突然倒行逆施了 这个不靠谱 弄死一小孩 这个离谱 这叫不靠谱了 你就说这个 再看下边 你看 大家说呀 以后啊只有外星人能够做 这个画上去的吧 对对对 来 再看下边 你看 你知道云南的一条这个公路啊 刚落成的第二天 就变这样了 这个大 一下大风雨啊 这个一下子就变成这样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就要录 我们再看 这个我就认为叫不靠谱至极 对吗 我就说这叫不靠谱 你知道是什么吗 徐老师 坐飞机的时候啊 你都不都盖毯子嘛 现在啊 要不说有这个好的记者啊 人家能给我们挖掘出这个东西啊 某家著名的航空公司 把这个乘客盖过这个毯子 不就要兴趣清洗嘛 这就是在这个负责清洗的这个公司 这个工人说呀 洗哪条不洗哪条 我目测决定 我看看 没什么明显的污迹啊 不洗了 重新拿塑料纸包起来 就重新用 环保嘛 他说三千多条毯子 最多也就洗了六七百条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拿到的有塑料包子的毯子 根本前面就是一美女用过的 是不是 那是你厌福不浅啊 但是这要是这美女身上有性病怎么办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传染病专家说了 说看不见不等于没有病菌呢 但是你看 这种清洗公司 它就可以说 我看看不脏 再包起来 什么叫不靠谱 这就叫不靠谱 这是离谱 这是离谱 这是过分 这就做到过分 洗不干净叫不靠谱 他这样的一个方法 制作主张 这样的一个清洗方法 这是离谱 可是我作为广东人 我觉得离谱可能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真的是 你做得很过分的事情 对啊 这是不过分吗 甚至那个隐含 这是不靠谱 徐老师 隐含是说说你离谱 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预期你会靠谱 可是你突然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 我说这个人很离谱 很离谱 可是不靠谱 我们预期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上电梯本来就应该很顺很安全地走 就死那个毯子本来就应该死了 不靠谱 就是说本来做的 你没做 我觉得中间还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 就是说这个谱啊 就相当于人的常识 或者一定之规 是吧 应该是怎样的 你看靠谱呢 就感觉你贴得比较近 你不靠谱啊 你这个人就根本就不 就没在谱上 你想想 这你哎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 你就比如说 咱们讲前一阵就是 北京不有人作词了吗 什么北国风光啊千里水泳啊 都是那种 什么一最后说什么 一城还靠游回去嘛 就是在北京 泽国嘛 说你知道前一阵 北京一下大雨嘛 是 所有的地铁站都叫积水潭站嘛 就是说 欢迎到北京来看海嘛 就是 满城就淹了嘛 那天我看了一宿中央台 中央台调查得不错 一调查 咱就弄明白了 你知道就说 首都啊 首善之区啊 你这个不靠谱能到什么地步 死人没有这么死的 死了俩人你知道吗 这俩人是做好事的 因为这个车呀 水一过了这个某个高度 车开不得动了 就得推 推推这两个推车的人呢 突然没了 消失在汪洋之中 下面是下水道 下水道没有井盖 这推推咕隆下去了 最后在多少里外 找着这俩人尸体 那么说这井盖 下水井盖怎么掀起来了 还不能怨警察 不是 谁都不能怨 不是 怨谁呢 说因为一下子这个暴雨如珠啊 水量太大了 所以这个水 下水井里头水 把井盖顶起来了 顶起来 你想 路面水淹了 底下这个水 把这个井盖给顶起来 这是什么样的不靠谱啊 这个人掉进去啊 人走在马路上 这不就掉进去 这要死吗 巴塞隆纳拿欧冠军的时候 他们庆祝 就有一个女的 也是这样庆祝 结果在水池 也是下面缺少了一个盖 死掉了 这就是不应该出现 这算是意外事故 这算是意外事故 不过我在 我最近一直 我最近上过去十天吧 我坐了七次飞机 坐了七次飞机 六次不准点 这算靠谱不靠谱 六次不准点 那要看你在哪个国家做 在中国 在中国很正常 在中国就叫靠谱 靠谱 我也觉得它靠谱 因为我总觉得 他们基本上是为了配合高铁 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高铁的好处 最近民航系统出了一大串的事情 来配合 还有一件事情是 我坐上航 从青岛到上海 飞机停下来以后半夜 下去没有那个通道 要坐巴士 那很正常吧 我们坐巴士 可你知道这个巴士坐上去 又开多久吧 在机场里边开了二十几分钟 这可太呆了 我生平没坐过这么久 免费喔 不用钱喔 车上的人开始得很奇怪了 开始还有的人开玩笑 说免费让你走 还不好吗 什么什么 后来连那些人都熬不住了 有的人是第一次坐飞机 说每次都要坐这么久的嘛 二十几分钟 后来我到了以后 我 中国人就这样 车上骂得很厉害 一到了以后啊 没人说话 全都赶快走 只有我一个人多事 我去问航空那个机场了 我说怎么回事 为什么飞机下来要坐二十几分钟 足足开了有十来公里 怎么回事啊 他的解释很精彩 他说飞机呢 停在虹桥飞机场的老地方 就是一号航站楼 老机场 这架飞机明天要坐另外一个航班 坐停在那里 我们这边呢 是新机场 所以呢 你们要坐一个巴士 从老机场开到新机场 靠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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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次这个金户高铁停了 好像挺新闻的啊 我是没幸啊 坐过这个 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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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叫铁颈还是叫什么颈 有没有叫高颈 高颈 高颈的这个标准比空颈还高 那简直是琴棋说话呀 不颈要好看 而且要个子高 对 但是呢高颈啊 被这个克尔颈给骂哭了 然后旁边一外颈一老外 来劝架 说你们要沟通 你们要沟通 挺逗的 你们看看这段 然后去再做双岁 你不能给玖导打еч神 你不能给玖导打不上 不是我的头 你的眼泪 你看我们不是我的眼泪 啥不太的 找不太娘 不知道 她还没有 trat 她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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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吵架 我不是吵架 中國人吵得老外 需要老外來勸架 見義勇為這個老外 我覺得碰到這種 假如叫香港的話 就叫做什麼高鐵阿嬸 因為香港以前有個巴斯阿蘇 碰到他真的很難不哭了 我看他還沒罵我已經哭了 這凶巴巴還說這是溝通 你說啊 你看我為什麼 我老實說這個 我身為大陸人 我總是說我喜歡香港 我當然深深知道 香港市民也很不滿意 香港人都是這樣的 對吧 但是你知道對於我來說 我生活在一個很多不靠譜的世界裡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香港很靠譜 老實說香港人 我們也不是一路人 交不到什麼朋友 可是我喜歡香港的理由 就是他呀 有燈他就亮 是吧 有空調他就開 是吧 有個機器壞了就有人修 他不會半路把你掉溝裡去 就是他沒有 或者他即便有了這樣的事情 那他也是馬上糾正 是吧 醫院是看病的地方 對吧 就是一個好靠譜 就是說比如說等啊 輪候啊 飛機場是飛機跑的地方 不是巴斯跑的地方 對 你到入境處辦手續 雖然是需要等吧 等也沒有太長時間 一般等半小時 叫號 是吧 等待也是公平的 等等 你知道這些東西啊 我一到了我的家鄉 我就感覺到有點 其實我愛我的家鄉 對 因為它在文學上是很精彩的 你知道嗎 不單是文學 正是因為你愛 所以才有這麼多不滿 你對一個地方要是沒有愛 你完全大 你也沒有那麼多不滿 不 你就隨便 比如說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對吧 咱不好說別人 我就說我們鳳凰 對吧 你同樣我們是香港公司 那麼在北京公司呢 我們錄像的那個地方啊 它沒有空調 你知道嗎 但是你錄電視台錄像 是需要穿西裝的 這大夏天 不 你糾正一下 它有空調 但它不能在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開 所以它先開 進去的時候 沒錯 沒錯 跟冰箱一樣 然後過一陣就比暖鄉了 北京的這些技術人員 對我們也很好 就是說啊 你們進去之前啊 就拼命開冷氣 說進去探探 你們先別進去 我們再開一會兒 開冷了 趕快進 好 錄一集 錄半個小時 還行 大家挺涼爽 要是聯繫錄兩集 腦門有點漸漢 你這 我曾平去過北京鳳凰一次 錄過一次節目 那個感覺也蠻不一樣的 一進去沒有人 甚至沒有燈 我還要 我還以為找錯地方 我沒來找 我那個文濤已經在錄了 然後我還大喊 有人嗎 有人嗎 好像去了哪裡找人一樣 好不容易出來一個 我也不曉得是誰 有啊 你是誰這樣 然後跟他講了一下 然後突然看到轉角 有兩個人蹲在那邊抽煙這樣 你覺得那個場景是非常蠻好玩的事情 但是馬博士 不是 我就跟你講 這正是你了解中國文化 你了解中國現場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就是你知道嗎 鳳凰重量級的這個節目 都在北京做 很棒的這個節目 還就是北京這個中心 承擔了很大一部分 你說什麼節點哪一個節 這是關節的地方 你比如說啊 這個 其實這個很有意思 你比如說香港 有些地方它會讓你感覺到形式主義 太教條 對吧 可是另一些地方呢 會讓我感覺到愉快 就是一來感覺 這個比如說你到醫院 是吧 至少醫生護士都在那裡 是吧 他該在 誰該在什麼地方 他就在什麼地方 是吧 一個樓到 你覺得是個工作的氣氛 但是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香港啊 擺足了這個場面呢 也是一個 就是有姿勢沒實際 香港也永遠有這種問題 怎麼說 他說過去我們公司 當然現在走了 我可以說他 我們有一個導演 他取悅高層的這個公司司 司底下八卦就講啊 他有絕招 說你看他又跑了 你看他跑 說為什麼他跑 他抱著個袋子 他跑 為什麼他跑呢 老闆來了 後來你發現這是他一個規律 他的這個 他的上司啊 他的老闆 只要一出現 他就抱著一堆那個錄像袋啊 哇哇哇 就從那老闆跑過去 是吧 這個 他是各有風情 就像我們大學里 很多人研究不好好做 但是匯報做得很漂亮 對 這也是香港的制度 不過你講的北京鳳凰 那是過渡階段 你有沒有看到 長安公園旁邊的新樓 還在蓋那個啊 那漂亮 那跟中央電視台一樣 不得了的一筆啊 不得了的一筆啊 怎麼說 說起我們那 我們鳳凰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就不要說了啊 就我要說說高鐵 我為什麼說有些事呢 那天我又看見一個新聞 就是說 你看我的腦子裡這個水平聯想 這個京戶高鐵這幾天呢 在砸磚呢有 對 有個南京站 從鋪地磚 三四千平方米鋪好的地磚 啵啵啵就砸 他說為什麼砸呢 說質量不過關 說為什麼質量不過關呢 說這批磚呢 是為了迎七一 我們要通車 迎接七一這個節日 我們要通車臨時鋪的 臨時鋪的就不合格 所以呢 現在節日過了之後啊 我們要重鋪 不要吧 三四千平方米砸了 你看 我又從這個地方水平聯想 我又接到剛才我跟你說 北京為什麼一城還靠遊回去啊 人家後來中央臺調查了半天 為什麼都變成積水潭站呢 有很多原因 但是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像咱們心臟就說血管硬化呀 中國現在大城市的地面硬化了 你本來很多地方應該是草地 這個水啊下了雨啊就下去了 可是我們建點什麼地方 都是水泥 鋪水泥啊鋪磚啊 你這個地面都硬化 所以你就變成 沒有泥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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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槍槍三人行廣告之後見 來 嘉輝你說香港好不靠譜嗎 從小地方可以看到 那個行政效率是非常好的 有一次我坐巴士公車 走在公路上面突然壞車 很熱嘛 30多度 這個車可能過熱引擎 那壞車停在旁邊 車上可能有幾十個乘客嘛 在那邊 然後呢我們就聽著那個巴士司機 就打電話跟總部聯絡 他說我們現在停在什麼什麼地方壞車 請你馬上派車來接 然後總部就說 好吧大概十分鐘來 然後呢 我們所有乘客也聽到那個 對講機裡面說十分鐘 馬上大叫起來說 太久了吧 十分鐘在這邊悶死人 然後那個司機就跟總部說 你聽到吧 乘客說太久了 然後總部說 好好好 那妳等一下 馬上聽到總部那邊 再撥了幾個電話 做了幾個聯繫之後 之後就說 沒問題 大概六分鐘左右到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們站在全車的乘客 幾十個人 對 看腳表啊 好玩嘛 沒事做 站著看 五分半鐘 另外一輛空的巴士過來 把我們全部接走 我覺得效率不得了 你覺得 我為什麼愛香港 就愛這個 不但是它的效率 連我從 說從咱們公司我要到中環 時間我都算得出來 它的火車永遠準時的 多長時間 多少分鐘到一個地方 轉小巴 小巴多長時間來一趟車 一個這樣有效率的這一個城市 我很想借這個機會呼籲呼籲 就是中國現在的民航這個晚點 這麼大幅度 大規模 毫無羞愧的這樣的晚點 有什麼辦法沒有 我想了幾個建議 就如果有一個法規定 民航公司的那個航班 不是因為天氣 不是因為不可阻擋的原因 而是因為你們中間有什麼原因 你本來飛機飛兩個小時 你假如延誤多過一個小時以上 你是不是應該至少給乘客一些賠償 不是說乘客要這些錢 而是給公司一個制約 對不對 你不能就以為這個情況 現在因為 就算我們沒好的願望說 他們為了配合高鐵 故意把民航坐得差一點 希望大家去扶植 這個不能一直解釋下去 這個現況 我告訴你們 我最近不斷地坐飛機 我發現愈演愈烈 就是說整個這個晚點 而且所有飛機上的乘客 現在坐飛機的 不是坐官跟有錢人的 一年兩億多人坐飛機 中國兩億多人坐飛機 跟看電影的人數一樣 中國兩億多個人看電影一年 這兩億多已經是 但是至少是中產階級了吧 很大都是在為革命 為建設做貢獻 你知道大家已經沒人抱怨了 就是聽到他一句 什麼我們很遺憾的通知你 什麼什麼的 要是沒聽到這句話 這個現象總有什麼方法 我懷疑有法律 上次我在飛機上等了幾個小時 最後空姐都興奮的都口誤了 說我們的飛機 飛機將在7.05飛幾分呢 7.05飛幾分呢 我懷疑已經有這個法律 可是沒有用 沒人指使